當年出於陽光露臉 非常適合全家人一起出門走走的天氣 不過還是要特別注意暴暖 因為受輻射冷卻影響氣溫會稍微低一些 尤其中部地區朋友 今天也一樣要特別注意 而在嘉義阿里山清晨最低溫則是六度 南投仁愛鄉的榮興村以及花蓮萬榮鄉的卓青春 也都只有四度 雖然都是陽光露臉的好天氣 特別提醒商區族人注意保暖 預計這波好天氣將會維持到初二 春節還有五天假期 想要帶著全家大小出門走走的民眾 可就要多加留意氣溫變化 避免在歡樂的時光受感冒之苦 這是台北市採訪報導